Soho中国发展了二十年 这二十年放在历史中只是很短的一瞬间 可是这二十年是中国发生巨变的二十年 我们看中国在这二十年中 无论是物质的发展还是精神的进步 这二十年甚至超过了过去的两百年 Soho中国有幸经历了这二十年的变化 回头总结这二十年 有哪些是能够留给未来 留给后人可以与他人分享的经验呢 首先我想到的第一条经验 是当你的朋友越多时 你就越容易成功 你就越能做成事情 我们遇到了许多困难 举步维艰 尽管两人相依为命 互相参扶 但是几乎每天都有迈不过去的坎 资金是难题 市场是难题 人才是难题 政府的审批更是难题 当我们俩心态调整后 把周围所有的人都当成朋友时 我们发现这个世界没有了敌人 周围的力量都来帮助我们 我们的事业就是大家的事业 公司发展十年后 有了初步的规模 后来的十年 我们尝试着关注公司之外的事情 比如关注空气污染 关注建筑的节能 关注教育问题等等 也许有人会觉得这些事情 风散了精力 是不务正业 其实恰恰相反 这让我们的事业和胸怀 更加的开阔 公司的业务发展得更快 当你的精力和关怀 在更大的范围时 你也会有更大的力量来帮助你 背后有什么样的奥秘 我还不能知道 但我体会到了这种平衡 这种付出和获得之间微妙的平衡 回顾这二十年 SOHO发展的历史 这是我最愿意和朋友们分享的一条经验 你们可以通过你们的家人 同学朋友试一试 看这条灵验不灵验 第二条 就是我们今天所有的生意 都无法离开技术的支持 技术和艺术的结合 才能创造出优秀的作品 SOHO中国 作为一家商业机构 时刻牢记着 我们对城市的贡献 为他人的服务 最终唯一的体现在我们的建筑作品上 我们一刻也不敢怠慢 从SOHO中国的第一个项目开始 我们就追求创新 充分利用当代的技术 以及技术创造出来的产品和设备 参与建设和设计的每位同事 都应该为我们创造出来的每一个建筑作品而骄傲 这样的建筑作品 凝结着我们每个人的心血和汗水 这些建筑站在这里 也代表着我们的追求 可以想一想 几十年后 外滩SOHO 凌空SOHO 银河SOHO 望京SOHO 长城脚下公社 这一系列的作品 在向后人讲述着我们这一穷人 我们这一代人 对建筑艺术的追求 当中国的建筑时代高峰过去 慢慢落下帷幕时 市场和社会迫切需要的是如何将这些建筑 充分的利用起来 让他们更好地为新的经济 新的市场秩序去服务 我们在尝试 在创造一种新的共享空间 SOHO 3K 同样我们需要技术的支持 让技术来帮助我们 同时 我们要有敏感度 来洞察到新的技术的出现 给我们市场带来的变化 第三 二十年前 我们创立SOHO中国这家公司时 许多人 我想大约超过80%的人不看好 就像不看好我和张鑫的婚姻一样 他们的道理很简单 我和张鑫是太不一样的人了 如此不一样的人 怎么能在一起 更不要说干出一番事业 但是二十年走过去了 我们没有散火 并且做成了一些事情 为什么奇迹会在我们的家庭 我们的公司出现 成功的奥秘 恰恰在于不一样 张鑫 从遥远的西方来 语言 文字 习惯 思维 审美 思想 都是西方的 而我 从中国的农村走出来 与西方洋派的东西格格不入 这一土一洋的结合 正好成为了互为必要的基础 这就是互补 SOHO中国 一直坚持多元化 包容不同的观点 不同的设计风格 不同的文化背景 今天 我们要创造一个平台 SOHO 3K 我同样相信 越多元化 在这个平台上的人 就越容易成功 最后 我想在SOHO中国 走过二十年之际 透露一下我心中的 三位商业偶像 他们的商业秘诀是什么 我们是如何应用的 第一个人是巴菲特 他商业的秘诀 就是他自传的书名 雪球 拱雪球时 雪道越长越好 寿命短的行业和产品 巴菲特是不投资的 只有寿命长 雪球才能够拱大 我们的应用是 从2012年8月宣布转型 让SOHO中国持有北京上海 190万平方米 最繁华地区的写斯罗 SOHO中国的雪道 与其他的房地产公司 就是那些现建房子 现销售房子模式的公司相比 已经长得望不到了头 第二位是比尔盖茨 他商业的秘诀 是一定要有定价权 只有掌握了定价权 才可能有利用 才可能取得商业的成功 SOHO中国的应用是什么 就是在房地产开发时 选择最好的地段 房地产的定价权 主要是表现在地段上 试想一想 Zaha这些非常前卫现代的建筑 如果我们建在 中国的二线三线城市 我们还会有定价权吗 周围的开发商展开的价格战 就会把我们打死 第三位是已故的乔布斯 他的商业秘诀 就是建立一个开放的平台 他让全世界700多万人 给苹果手机设计APP软件 带来了一次全世界的革命 一个APP就颠覆一个行业 如Uber就颠覆了出租车行业 淘宝颠覆了购物行业 微信颠覆了通讯行业 最后 非常感谢SOHO中国的每位同事 你们星系SOHO中国 我们一到 创造了一座又一座的建筑奇迹 我们一起的工作 一起的经历 让我们建立了深厚的情感 同时 非常感谢你的家人 你的家人对你的支持 就是对SOHO中国最大的支持 我们非常感谢SOHO中国的每位合作伙伴 团结和合作的力量是如此的强大 在SOHO的每一个建筑中 在SOHO的每一个工地中 在SOHO每一天的工作中 这句伟大的名言 得到了验证 感谢SOHO中国的每一位客户 每一位租户 你们在市场 千千万万的开发商中 选择了我们 我们每天 努力的工作 就是对你们最好的回报 最后 要非常感谢的 就是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 这个时代 是一个伟大的时代 让我们SOHO中国 这一群普通的人 身上发了光 身上的每一点潜能 在这个时代 得到了最充分的发挥